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皇帝 今年八月你还是要寻幸木兰 但此番秋险 蒙古各部 王宫都列位其间 几位嫁到蒙古的公主 也都会携俄妇前来 儿子知道 所以会带着出身蒙古的嫔妃一同前往 皇后 玉妃 封妃那日禁足至今有两年了吧 是 这回 玉妃的母族科尔沁部会来人 玉妃的父亲自然会来 若玉妃不在怕也不变 皇帝要以大局为重 儿子明白 科尔沁部历年与我大清联姻 若因玉妃之过而怠慢了科尔沁 也不相宜 好 皇后 此次寻幸木兰之事 会由内务府操持 后宫女眷之事 你安排令妃打点吧 臣妾明白 若不是我们主几次三番劝皇上 皇上又怎会念着旧情 不仅解了御主您的禁足 还允许您去木兰秋险 又留着妃味 是的 我知道 这次真的都亏了令妃姐姐 如今皇后不管事 是我们主协理后宫 御主您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们主说就是 令妃姐姐 这次真的谢谢你 知道妹妹许久未见皇上 那这次安排秋险时 就让你的住处离皇上近一些 妹妹都不知道 要怎样赶紧姐姐好了 人如两年 我没有忘记是谁害的我 妹妹啊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人家有孩子什么都不怕 而你呢 除了一个当债丧的父亲 还有什么呢 我是什么都没有 但阿布知道我被别人害成这样 也不会坐视不管 真是羡慕你 有个好父亲啊 我先走了 妹妹送你 还是什么呀 我是 어머 是吗 什么城市 你 이해恐怕 儿臣们恭候王阿玛 好 今日狩猎多者 朕重重有场 皇阿玛 请您衣马当先 好 出发 ��宽 江 江 童 走 走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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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贺皇上满载而归 皇上今日狩猎 看来收获颇为丰厚啊 是啊 朕今日猎了头熊 熊胆献于皇阿娘 熊皮就赏给你做条褥子吧 谢皇上 皇上 都已经清点好了 如何 皇上独得一只黑熊 两只狐狸 五阿哥得的是三头鹿 两只野鸡 六阿哥得了两只大雁 两只野兔 十一阿哥得了一只兔子 十二阿哥设了一头袍子 不错啊 把猎武抬走 好 今晚咱们好好尽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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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享用的野味 这位都是朕与诸皇子 行猎所获的猎物烹成 肉要吃得痛快 酒要喝得尽兴 来 举杯 公主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抓得好 女娘娘 我困了 困了 那去跟皇后娘说一声 我们先回去 好不好 去吧 皇后娘 我困了 困了 于飞姐姐 抢五阿哥多出色呀 我敬你一杯 三宝 你去禀报皇上 说永迹困了 我要带他回去 喳 皇上 十二阿哥困了 皇后娘娘想带十二阿哥先回去 皇后娘娘娘 娘娘 玉妃娘娘已经走了 看样子她是听进去我的话 额娘 夜来风大 儿子有他们陪着 可以自己回去的 您不用送儿子 小心着风受凉 好孩子啊 你知道心疼额娘了 额娘陪你走一走 额娘 儿子今天不用背书 师父也不会来查功课 真好 额娘 这里的风有花草香 甜甜的 我喜欢这里 额娘也喜欢 像她这个年纪 本该自幽自尊